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呀没事小姐咱车被追尾了我下去看看 怎么回事啊车停着不动你都能撞上呀 对不起啊老板我我不是故意的要不我给你修车吧 走保险吧别别别别千万别走保险这是我开的公主的车 我刚找到一份新工作如果走保险的话我工作就丢了 您看修车多少钱我赔给您这后杠呀最起码的一万多啊这么多呀 这样吧兄弟啊我看你也不容易咱俩一人一半你出五千剩下的我出 行吧老板可是我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呀 这样吧老板我给我站住打个电话你等我一下 喂兄弟啊我把别人的车给管了急需要五千块钱 你看啊 我这有两年但我这都是现金我这就给你送我去 好好好 老板您别急我站有啊一会就把钱送过来 你当过兵 当过当了十二年 那你怎么没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呢 我没有一级之长 你别急啊我站有一会就把钱送过来了 妈妈我不明白刚才那位叔叔把整个车撞得不轻呀 你为什么就那样算了呀 他当过兵曾经是一名军人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为祖国做了很多的贡献够赔了 为什么呀妈妈他当过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哪每个人的青春只有一次 可军人把他们的青春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为了我们的安宁 可现在不是和平年代吗又不打仗了 小姐啊你看到这大桥的护栏了吗 你走路的时候扶着护栏吗 我体脚好好的干嘛要扶护栏呢 这么说大桥的护栏对于你来说没有用咯 当然有用了 没有护栏的保护 万一我掉下去怎么办 但是你并没有去扶护栏呀 可是没有护栏保护的话 我走路会害怕的 这就对了 和平时期的军人就向着大桥的护栏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挺身而出来保护我们 妈妈我知道了 他们可真伟大呀 妈妈我长大也要去当兵 小爱人 不得了 我们再次去养一时 我们先去养一时 我们先去养一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